接下来我们看的是什么?看的是程式 所以一样也透过这个区域的树状图来去画 所以空白地方点一下一样五个动作 一空白地方点一下二树状图三程式 第四个动作销售额 第五个动作请把这个值改成用总计百分比来呈现 第一名是纽约 我现在问的问题很简单纽约 你看2015年纽约第一 2016年纽约城市还是第一 而且它涨得很多 可以吗? 你有没有看到比例来说 比例来说 我一直都没有呈现那个比例 像这个比例是9.16 2016年哇 它直接大幅成长了五个百分点 在接下来2017年 它就跑到什么地方去了 第二名去了 2018年又回来 又回来 所以我现在要问各位的问题就是 为什么2017年纽约州 它的纽约这个城市 它的销售额下降 明天所发生了五个百分比例 总共两个百分比例 会面 因此 可能